大家好 今天是8月19日星期四 收市之後 恒生指數今天又跌了 跌了500點過外 當然啦 現時你問會不會穿底 方向是正確的 是一個 downtrend 而且過去這個星期 26,000的橫行平台都要穿一穿 即是說跌落反彈都完成了 向下看回 當時7月底 當日day load24,700 當日收市25,000的水平 有機會都要挑戰 千萬不要隨便去撈底 買些殘忍 包括ATM 當然是 騰訊今天終於都穿了 上次低位收 阿里巴巴穿了很久 另外想提大家 ATMX 小米24元橫行區都不宜又失 今天就剛剛收24 約市底下 就算留意 也留意偏強的股份 車股今天三隻 長期比亞迪吉利都有得升 其中吉利昨天發了業績之後 市場反應良好 整體繼續站在26.75 即是6月份頂位 又看看它可否上一次30元 在那邊 正好 小米大 最大 就是 在那邊